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病? 李军,风湿免疫关节脚型科,主任医师 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在19世纪的时候 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 这两种疾病往往被混淆 那么现在呢,因为用中文的这个名称来讲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关节炎 好像也就差一个字,也容易让人混淆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关节炎呢 完全是不同的两个疾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所谓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是 自身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一些组织 产生了错误的识别 自身攻击造成的这个炎症反应 特别是我们关节周围的滑膜 以及一些这个滑膜周围的一些 间性的负力的组织 这是类风湿关节炎它的发病的原因 它跟我们风湿性关节炎实际上 是不一样的 风湿性关节炎是病原菌 也就是链球菌感染身体造成的 那么类风湿性关节炎 它是自身的一些免疫识别错误 造成的自身组织的攻击 造成的关节的变化或者炎症反应 专家提示 一、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二、是由于自身免疫系统对组织产生错误的识别 然后自身攻击造成的炎症反应 我们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